不少人都鍾情泰國菜 還想在家裡煮出正宗泰式風味 那就要學會大廚家傳秘技 香葉爆雞不單要吃到醃料味道 還要有斑蘭葉的香味 泰式炸魚餅,味道香辣 魚肉還夾雜著青豆角的爽口 兩款泰式小吃的家傳食譜 絕對值得大家收藏 我們在家裡有否再跟媽媽交流 有否其他食譜可以介紹給我們 有,我們開過家庭會議 然後大家談談以前小時候吃過甚麼 有些甚麼 例如有些生菜包 但我的生菜包有豬潤 我叫做煎蛋沙律 這個我喜歡吃 對,雞蛋煎熟後用去拌沙律 想起了嗎? 今天教我們做甚麼 今天教你做香葉爆雞 但我現在發現 香港的泰國餐廳很少出現這個菜式 那怎麼辦?我新手行不行 也可以的,應該不太難 好,你教就沒問題了,對吧 不,留心點學就行了 好,我會留心的 有甚麼材料呢? 好,我們做這個版本 就是比較泰國人的風味 對,好,今天我們選了雞扒 就是一些無激素的自然雞扒 對,肉味夠濃又夠滑身 我會醃掉 好,然後這個叫斑蘭葉 我就用這個包好的雞去炸它 或者煎它,可以有這個斑蘭葉保護雞之外 就有些香味生物出來 明白 其實也挺簡單的,不太複雜 不過先做手工的 對,我們先把雞扒切掉 你不要切這麼大塊 我想大約是我們手指前面的那塊 3厘米成3厘米 這麼小塊? 知道為甚麼 因為如果太大塊 很難煮熟 對,小時候比較容易煮熟 對 這樣我們切掉 還有,我這次要留些皮 因為我想炸的時候會比較香 還有有些雞油滲出來 對,如果你真的不想吃皮 那你就去掉 強哥,如果不用雞扒 用雞胸或雞扒可以嗎 也可以的 但那些可能會比較乾身 炸的時候也會處理一下 好,我們切好了 是 我們現在醃它 我們首先給它第一樣 這是紅咖哩糕 原來是紅咖哩的 對,我們放一些 其實裡面有很多材料 因為有些香茅、蒜頭、乾蔥等 它們都拌好,拌到有些香味 所以我們加上 紅咖哩不是太辣的,所以也可以 對,也不是太辣 但你又要預算放份量 好 你想辣一點,放一點也不要緊 好,第二樣東西 我們放一些椰漿 對,我們加進去 為甚麼要加椰漿呢 因為椰漿可以令它的肉嫩滑一點 對 對,而且它封住它 它吃下去就咬下去有些… 啤酒 啤酒和有些椰漿的香味 對,然後放一些糖 好,接著放魚露 但是你要記住 紅咖哩糕裡面 其實鹹味也挺重的 如果這個紅咖哩糕多的話 你的魚露變相要少一點 對,所以自己遷就的比例 好 好,最後一樣東西 我們放一些生粉 因為我們想封住它 待會有一點脆口的感覺 所以放一點封住它 我們把它拌勻 拌勻 對 那個咖哩糕拿了之後 你看到它們都在一起 你儘量用筋子握開它 對 即是要包到全部都有咖哩糕 對 這個是不是你小時候 媽媽都經常做給你吃的 對,但我做了很多個版本 對,有些會用芫荽頭 有些會用黑椒 對,有很多種不同的方法 就是醃料比較不同 對,醃料比較不同 對,醃料比較不同 好,醃好之後 這個要醃久一點 對 至少要醃三個小時會比較好 三個小時 對,甚至乎醃過的東西更好 我們想用椰漿和紅咖哩糕 完全滲在雞裡 醃的期間,不如我教你煮一下 這個醬很簡單 把所有材料煎結就可以了 首先我們第一樣東西給點水 好 水 好,然後第二樣東西 我們放三片薑下去 好 好,然後我們需要放一些生抽 然後我們要放一些老抽 我們放一點鹽,調起味道 然後呢 看到這個嗎? 這是椰糖 椰糖 椰糖又是…它比較香 甜味沒那麼重 但可能你會問我 如果沒有椰糖怎麼辦 對 用片糖也可以 我也可以 不過味道會差一點 對,如果你想好一點 就買椰糖 沒錯 而且你說如果做些泰國菜式 通常都會在泰國鍋頭上 對,一定找到 對 一定找到 那煮這個醬汁的時候 那個火力是否小火都可以 其實小火我把它煎到結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酸子醬 其實有些人叫羅望子 其實它原本是一條長腸 我的手指那麼長 這是啡色 裡面一粒粒 在種子裡面 還有很多果肉 果肉很酸 那些果肉真的很酸 吃下去真的… 好像檸檬那麼酸 我想酸的檸檬幾倍 這麽菜的泰國腸都很常用 如果炒一個鮑梯 你會喜歡吃鮑梯 又會放酸味 用這個進去 好受酸甜甜的地方 就是這個酸味 對,很多時候炒得製造 這個調味 因為這個方便 是為何它一瓶一下 已經變成弄 把它包進去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以前用的酸子浸水 拿果肉去做這個 果肉比較難 對,比較難,你不會弄,很麻煩 泰國店買了它算了 也可以買的,買椰糖,順便買它 好… 另外,我們要加糖 還要加糖? 對 調小火,慢慢煎 其實醬汁都是酸酸甜甜的味道 沒錯,煎至稠稠就可以了 因為它有椰糖 所以等一會才可以 另外,你看到有多芝麻 有多芝麻是做好醬才加的 這個芝麻,你買一些焊好的就可以了 或者你自己焊也可以 記得要怎樣焊嗎? 白鑊焊 白鑊焊 對,加起來就可以了 包計了 對,我準備好了 你準備好了嗎?我手到大力了 當然了 斑蘭葉,這個應該叫做軟身的地方 軟身的地方 沒那麼軟 這個尾部更硬 這是硬身的 對,首先我們反轉它 因為是包底的,用底包的 我們先按一按這裡 這樣掃過就可以了 掃過就行了 對 對 按到裡面 對,然後反轉它 反轉它 對 我們在中間這裡拿著 你按下去,哪個位置還可以接到 這裡是可以接到的 然後這樣反過去 好像有點難度 對 看來這是最難的部分 對,然後這樣穿過去 穿過去,好像綁裂一樣 對,好像綁裂一樣 然後這裡就有一個好像… 小兜的問題 好,首先我們先收一下位置 可以嗎? 可以 好,現在已經去洋雞了 記住要拉緊一點 拉緊一點 對,這裡留下一個洞 一塊 兩塊 好,確定雞都在葉子裡 這裡,你的底塊要先屈過去 屈過去 對 對,這樣包著底 然後好像打胎一樣 好像幫你老公打胎一樣穿過去 拉一拉 對 像是領胎一樣 帶在這裡 很漂亮 對,你的那個很漂亮 真的 好,這個 你的也不差 對,起碼有雞在裡面 沒錯 這個葉子真的很包 為什麼? 因為你剛才扯它的時候 它其實是很韌的 所以不會斷的 是 如果你這些是很容易斷的話 你剛才應該包完又包 對,太粗暴了 對,所以這個是很好的 最後這個位置反轉 然後剪一剪 弄上它的英俊 我再剪斷它 對,剪斷它 好 好 記住,這個是你的 記得 一定記得的,我的是這樣的 是 我這個不漂亮嗎? 漂亮… 那炸這個香葉雞 其實不需要太多油 不需要浸得太誇張 其實夠浸著斑南葉的表面就可以了 而且不用用很猛火 中火就可以了 因為始終是葉 如果放下去太猛火 它會馬上焦掉 燒著的 對 所以我們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放慢火 不過小心點,可能有些水分 還會有彈彈的 這樣放下去 那怎樣知道它熟 因為斑南葉也遮住了 斑南葉會變色的 是嗎? 對 已經有斑南葉的香味飄出來 對 你那個… 我放下了 當然要 希望不會散 其實我甚至覺得這個不像是炸 其實好像用中溫的油 將雞煮熟 就是這樣 強哥,可以放在烤爐嗎? 可以放在烤爐嗎? 其實我覺得可以的 也可以 對 不過有油這樣炸會比較香 好,這樣翻轉它 再炸一次之後 你看到有一個問題出現嗎? 這個是你那個 是嗎? 對 是我的精心作品 對,因為你包得… 你把結子弄得不夠緊 所以它有一點鬆起 可能油或味道會走出來 對 那就不夠入味了? 不會不夠入味 我擔心它會脆弄出來 如果不保護它 因為裡面… 你記得我說的 椰汁和咖哩糕 是 很容易會太焦 對 所以這個要小心 你看到很明顯鬆了 對 如果我們新手的話 用牙籤再刀一刀 它會不會再穩一點? 會的,會穩陣一點 你看這隻變色了 已經可以了 好,強哥 是時候嘗嘗這個香熱包雞了 好,這個時候 開箱吃了 你看到很多汁在裡面嗎 很漂亮,黃色 對,很脆弄出來 對 終於看到我們的主角了 金黃色,很漂亮 對 還有一些汁流出來 對 很棒 你吃了一些很微微的咖哩味 其實有點少 對 還有一些椰汁的椰香味 對,還有一些斑蘭葉的香味 對,而且你看 現在這隻雞完全不像一塊炸雞 它很汁,包住在裡面 其實好像浸熟的樣子 但是它有些外面的位置 碰到油的位置 很脆脆的 真的 愛脆內暖 對 我先蘸醬汁 好 蘸醬汁之後 我覺得是蘸醬汁了整個味道 酸酸甜甜 非常開胃 第一口是那個酸甜味 一過了之後 咖哩味又出來了 對 對嗎? 其實我覺得有點像燒烤的效果 那就是這樣 我們可以做這個醬汁 燒個雞 蘸這個醬汁 當作燒烤吧 我覺得這個泰式小食 是一流的 對 強哥,下一節會教我們做什麼 做了這個香葉雞 不如我做了一個泰式魚餅 讓你可以做一個小食拼盤 好嗎? 當然好 好,待會見 好 回來,強哥,你教我們做泰式魚餅 對嗎? 其實你有吃過嗎? 當然有 那你覺得外面吃魚餅怎樣 很彈牙 很彈牙 好,那我們做這個感覺 好嗎? 首先第一件,一定有泰式魚餅 很久,好像小時候 媽媽教我用鯊魚打的 其實哪個才是正宗的做法 其實沒所謂 但我覺得鯊魚會比較好吃 但現在真的很難用鯊魚 其實很少會出現 所以要用鯊魚肉就比較方便 也不錯 也不錯 你要做也很容易 因為這些在街市也買到 對吧? 好,鯊魚肉就買一些沒有蔥 如果買到沒有調味就最好 因為如果它調味得太重要 我們就做不到 因為它的味道可能會太濃 所以選擇原味會比較好 沒錯,這個就是有調味 但我估計應該是很輕微的調味 對 好,另外有幾樣主要的材料 這裡有一些青豆角 青豆角 對,這裡有一些青檸葉 泰式青檸葉 這裡還有一些金不換的葉 是 這幾樣東西會加進去 另外這裡有一些青瓜 它會做一個點的醬 類似泰式雞醬 但今天我會做給你看 泰式雞醬 比平時那些會比較香 是 不如我先切些東西,好不好? 好,這個豆角 我們只要把它切粒就可以了 強哥,我想問傳統的泰式魚餅 是否加上豆角 對,一定是 一定是 對,這個豆角會增加魚餅的口感 咬下去就會嗆嗆聲 很重要 這個泰式魚餅 是否有風味呢 就是這個東西 很重要的 這個就是泰式青檸葉 但這個要切得很細 太粗,你咬不開 那我們怎麼做呢 我們首先把它拿到中間的框 先切一半 對,這個框很硬,是不能切的 好 我們這樣把它搭起 到時候拿到幾塊就一起搭起 然後這樣切 切碎它 對,其實切到後 你會聞到味道 味道會飄出來 對 儘量優 儘量細 強哥,這些很優 好,這些就是我們想要的 泰式青檸葉 好 這個就是泰國的金不換 大部分的咖哩都會放這種東西 而且這個東西是最後才要放的 它不能受火 因為受火會變黑 味道會跑掉 好 所以要注意這個 我們選了一點醃 其實整棵都可以用得 除了這些框 對 或者這些很嫩的框也可以 這些可以嗎? 這些框 如果很嫩的也可以 好 好,這是青瓜 我們切完它,待會做醬 對 這麼特別呢? 對,我們首先將它這樣 如果做醬的話 這個要不要切得很小塊 不需要,這麼大塊就可以了 對 還有,如果你太小 一扁鱈魚就掉出來 如果剛好咬下去 你的口感就會更好 對 好,現在我們需要處理魚肉 加紅咖哩糕 對 是不是很多泰國廠色 都會用到紅咖哩糕呢? 也有很多 是 紅色的,這些辣的也會用這些 對 那你放大約兩湯匙 對 然後我們會放一隻雞蛋 然後我們放… 生粉 我覺得這個味道不濃 或者你不放太多紅咖哩糕的話 可以放一點魚露 對 如果你想辣一點,這個就多放一點 那你喜歡辣嗎? 我喜歡辣一點 喜歡辣一點嗎? 不如我多放一點這個 讓我放一點魚露,好嗎? 好… 我們要搓它 但首先我們先搓了咖哩糕 我們把咖哩糕搓開 要不然它不會融到裡面 好 把雞蛋先混合出來 就是這裡已經做了攪拌的過程 對,讓它先融了 融 然後慢慢捏一些魚肉 然後用手順一個方向攪拌 好,我們將它混合 希望所有材料先混合 然後我們會再打到它起膠 那現在我們出一點力 出一點力 出一點力,出它 出它了 出得很均勻 已經融和在裡面 對,那你感覺到它越來越緊 那就可以了 這個顏色就像我平常吃的魚肉 對 然後我們要刮均勻它 我們先搓一下它 好 你知道這個搓的動作 是有什麼技巧可以搓嗎 首先你要練到一個強勁的臂彎 對嗎?強哥 其實不需要的 其實最重要是你把那些盒子 拿起它之後 然後你這樣拍它下去 就是一拍它下去 它搓開、散開就可以了 對,其實它夠力… 所以不需要超級大力才能做到 其實不需要大力 因為超級大力 如果它搓不中,你整身都會 而且你確定它全都起膠 你才能搓開 好 否則又搓得不均勻 你很明顯看到彈下去之後 它回彈起來之後 其實整塊東西都會固定 這幾個動作 是否令肉再彈牙 沒錯,對 好,夠彈牙 不如你幫我加材料,好嗎 好 首先,青豆角 青豆角 全部都放進去 好 下一個東西 檸檬葉 青檸葉 柳檬葉 柳檬葉 全部放進去 好,然後加入金不換葉 把剛才所有你加的材料 融合在裡面 我們可以先做醬汁 然後才可以煎它,好嗎 好 平時這個醬汁還是太雞腸 今天我想做一個比較正宗泰國的 好 我們將蒜頭、子天椒 拿一個攪拌器 打破它 連同紅尖椒一起 如果你想吃辣一點 你可以加辣一點 但是我覺得這個醬汁不需要這麼辣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魚餅本身是辣的 對,所以我想有一點酸酸的 少許微辣就可以了 打開的時候 不要打到完全爛手的糊 我們就想它微爛就可以了 好 就是看到有一點粒粒狀 嗯 所以你可以按一下停一下 按一下停一下 這樣的動作就好了 這樣看見到嗎? 是少許爛的 還有粒粒狀 對,所以我們會用糖的 紅椒打破了 我們先放進鍋裡 要炒一下嗎? 其實不是炒 我們要煮熨 即是煮熟蒜頭和椒 等它煮熟 還有讓糖溶解就可以了 好,然後我想你幫我加一些東西 是 好,然後水和醋 好,然後我們這樣攪 現在攪,你聽到的聲音 有些糖的聲音 是呀… 這樣攪到沒有位置就可以了 好,那這個你看到 這次用砂糖 不要用椰糖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是酸甜 它不需要有椰子的味道 是呀 而且如果用椰糖 顏色會變得不好 好像醋水的物體就可以了 好,那現在這個醬就煮熟了 關火,攪冷它 混合青瓜、乾蔥和花生碎 做點醬就可以了 現在做魚餅了,好嗎? 好 炒完了,我們濕一匙少許水 然後手也濕少許水 是 看我看不清楚 那你撇一匙出來 放在手上 然後你輕輕按一下 你需要的形狀 通常它都是薄薄的 夠快的,立即放進去煎 不然你放在碟裡 但你先濕少水 因為你沒有水的話 它就會黏住 會黏住 對,但你小心點 如果水下去炸的時候 或者煎的時候 你會怕大火 不過不要緊,我會在這裡 那這個魚餅也不需要很大 不需要,薄薄一點 其實煎的時候 不會的 不需要,不需要 我剛才放了很多膠質給它的奶 不需要太多油 少許油就可以了 就像煎蟹餅一樣 火力方面呢 需要大火還是中火 中火就可以了 中火也可以 有機會焦 很快熟 很快熟 會否飄到下去 會噴噴聲 好像有很多水 其實是豆角出的小小水 但待會它就沒有了 媽媽教你做這個魚餅的時候 有甚麼家傳秘方 傳授給你呢 它只叫我大陸一點 但它要得到實才好吃 好,那魚餅呢 煎到中間的顏色 就可以上碟了 好 一咬到那些青豆 那些爽口的感覺就很好 對,很有口感 對 還有那些青檸葉 金不滿葉 一咬下去就很香 對 而且好像有點酸 很開胃 還沒點醬 已經覺得好吃了 好,先點醬 先放一些青瓜 這樣 這樣吃的 這是最正宗的食法 對 很好 這個醬料很豐富 還有很有心機 這個醬的酸甜感 還有青瓜的爽口感 一加起來 又有不同的感覺 對,而且它有點甜 這個醬料很好吃 我覺得如果你還要吃得辣的話 再加多點咖哩 紅咖哩糕 更均勻 如果真的加點辣椒 是辣的那種 會不會再開胃一點 也會的… 但是我覺得辣 加在魚餅上會比較好 對,比加在這裡 所以大家可以自由調教辣味 自由調教 總之要多加一匙 少一匙 總之要多加了紅咖哩 再加一點魚肉 學會了這兩道的泰式菜式 真的可以做一個泰國的拼盤 對 學會還學會 但你要做才行 我會的,強哥 我會加油 好 下次可否再教我們更多的泰國菜式 沒問題 好,非常好 下集再見,再見 再見 我會喜歡 我會喜歡 我們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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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